整体事件让社会各界都是纷纷难评 除了网友在脸书串联 20号当天要号召签认游行 还有一名和洪仲秋同旅的学长 就痛批副旅长耍官威 而他更说这个上市范佐县 根本就是个土皇帝 军中就是官官相护 退伍之后卖鸡牌的趴 他说游行当天他要免费捐赠鸡牌 希望大家都能够站出来 替洪仲秋讨公道 非常气愤 因为我是在五四两退伍的 然后我知道这个是很硬的单位 拿着退伍令证明自己和王子洪仲秋 同样都是陆军五四两旅的下室 看到涉嫌整死学弟的副旅长何江中 以及上市范佐县 徐先生怒从中来 同批军中根本就是官官相护 五四两出来的弟兄 应该都知道他是真的是光位很大 他说弟兄你没有看见 我是你的很就是这个旅的副旅 就是长官之类的 我就说哦就是长官不好意思 我没有看到 因为我赶着要去做我的业务 然后后来我有跟他道歉 然后也跟他讲说哦好 长官不好意思我下次会改进 然后他就因为这样就要进我家 是两女的就是 所谓讲的土皇帝 对他比他可能他的官位比连长还要大 因为他算是市官长也算是当十几年的嘛 然后十几年他应该在里面一些跟上面的长官 或是什么都交情都交得很好 只要他一句话我相信应该就算官阶比他大的人 也不敢对他怎样 军中的黑暗让不少人唾弃红中秋枉死 更让网友发动游行 在20号当天走上街头 活动发起短短四天 只有17000多人按赞 而且参与的人数还在不断攀升当中 退伍三年多在新北市开了三家鸡排店的许先生 也要共襄顺举 我也是出一百份鸡排 对然后让大家去游行的弟兄 就不管我的学长我的学弟们 能吃得到我的鸡排 然后也不要饿到 然后也要为同学弟找出真相大白 中天新闻 王成伟黄佩华新北市报道